马斯克超级高铁梦想破碎 马斯克超级高铁梦想破碎 Hyperloop One前身为Virgin Hyperloop正在出售其资产 解雇剩余员工并准备在2023年底前关闭 Hyperloop One公司计划2023年底前正式关闭 所有知识产权会转移给主要利益相关者 Hyperloop One公司成立于2014年 通过风险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 累计筹集了大约4.5亿美元 约32.13亿元人民币 埃隆·马斯克在2013年提出了Alpha Paper白皮书 构想了最高时速760英里每小时的超级高铁梦想 虽然仍有一小部分初创公司试图建造超级高铁 但Hyperloop One作为最大的超级高铁公司之一 它的倒逼意味着马斯克超级高铁梦想的终结